距离抄袭事件已经过去了两周 老板你总算上线了 你知不知道半个月才能沟通一次 这直接影响到公司的效率了 三个人的群聊里 在乔小蕾上线的瞬间 罗西洋便直接开始抱怨了起来 抱歉抱歉 最近学业有点忙 两位克服克服 再过一段时间就能放暑假了 到时候我时间会多一点 行了 待会我老爸要回来了 我们抓紧时间处理公事吧 想将李公子和IDG两边 合计40%的企鹅股份都已经拿下了 除了企鹅方面的事情之外 三体游戏的新项目 就等着老板您审批 老板你是不知道 大家的热情现在到底有多高 大家都想要抓住这次机会 不少人已经开始追问我怎么看了 我总不能告诉他们 老板还是个小学生 现在正在忙着学习 没时间审批吧 所以啊 老板 算我求求你了 你周末不是有两天假期吗 这两天里面 您就抓紧时间审核一下 至少也让我下周一 能够给个答复出去 乔小蕾都被他说得怪尴尬了 好吧 我尽快审核 老板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下周一 我总算不用被大家施压了 接下来 乔小蕾迅速问起了 谭良辙 工作方面的事宜 老板 你之前和我说的期货 已经到你预期价格 大到已经跌倒 1782美吨了吗 到了 事实上 昨天最低价 已经跌倒了1785 距离老板 你预计1782只差三块钱 那个时候 我就联系老板你 但一直没联系上 今天呢 今天多少 你买入了吗 今天跌倒过1782元 我其实也有些犹豫 不过按照老板你交代的 我成交了一千手 用了5%的合约保证金 你太保守了 老谭 我现在给你透个底 等下期货开始之后 继续购入 价格高个快二八毛的 都没问题 继续加仓 这 老板你打算加仓多少 一万手起步 什么 一万手起步 那可就是八百九十万的投入了 吃不下吗 倒也不是吃不下 今年大豆的产量很好 一万手在期货市场里面 也不算什么 但老板 你现在投入这么多 并不理智 要知道 这是5%的保证金模式 我们实际操作的 可是足足价值 一亿七千八百万的大豆 要是大豆涨价了还好 但要是亏了 哪怕是仅仅只亏1% 那亏损的都是178万 如果亏损超过10% 那损失的可就是好几千万 我觉得现在是抄底的好时机 你反而觉得大豆没潜力 抄底 老板 我不知道你最近 有没有关注过大豆的情况 老板你现在用这个价格拿下来 我不敢说必然亏 但输的几率很高 因为跌破年出价格 目前看来只是时间问题 等到最后临近交割的时候 肯定还会继续暴跌 老谭 你分析的很有道理 国内市场的了解也很清楚 但你是不是忽略了 咱们国家从去年下半年 已经加入了世贸 这个时候看行情 我们不能仅仅只看国内行情 还得看一看海外情况 全球市场 大豆起源地本身就在我们下国 而如今在全球的主要产区中 我们的大豆出口率却始终不高 但从去年开始 加入世贸之后 已经承诺取消大豆进口配额管理 对大豆实行3%的单一进口约束关税政策 但这不是进口吗 是进口没错 但意味着我们的市场已经打开 说明了我们本土的大豆本身就完全不够 我们自己消耗 而是很多都需要依赖于进口 近期国内的大豆价格暴跌 本身出了转基因的利空影响 还有一部分则是因为卖来大豆可能到来的冲击 难道不对吗 这本身也是市场所存在的焦虑 老板你既然知道这些 那就应该明白 现在我们更应该小心一点 大豆很可能会翻车 翻车 在我看来 这不仅不会翻车 甚至还会来一次超车 因为市场对于外来大豆的需求过大 期望过高 你说 如果最终海外大豆进口量降低 无法达到国内需求 那我们拿到手里的大豆合约 是否会大涨一波呢 这 这可能吗 这一次 乔小脸没说话 而是发送了一个无片过程 转基因安全条例 而发布时间 就是今天 这东西 是什么 你可以仔细看看 谭良准闭起眼睛 仔细看得起 越看 越惊喜 老板 这是利好啊 国家队出手啊 这个补充条款 暂时没有实施 但一旦审核通过 正式实施起来 进口大豆必然受到影响 特别是米国这个主要进口国 他们的主要产品 就是转基因农作物 转基因大豆 一旦加强审核 那进口大豆 将会立刻被砍掉一半 到那个时候 国内本土大豆 必然立刻飞涨 甚至直接一飞冲天 都有可能 谭良哲激动了 他终于知道 乔小蕾的底气在哪里了 瞬间 谭良哲后悔 没有多投入一点了 老板 我错了 我应该听你的 今天价格达到你预期的价格时 就应该重仓 谭良哲有些内疚 而乔小蕾却不生气 有了这一套教训 至少以后交代的任务 他能够更好地服从 等周一开始 你重仓就行 价格有涨幅没问题 你直接买下就可以了 只要不是涨得太离谱 都能直接拿下 明白 老板 接下来 我还得继续上课 上两周时间 所以我提前 把后续的计划告诉你 这些大豆合约 在这两周内 涨幅只要超过200块钱 就能考虑卖了 如果单价超过2000 不用犹豫 立刻清仓出手 啊 涨200就卖了 老板 你确定有清仓 我知道你心里会疑惑 不过你要知道 这份文件虽然会实施 但如何实施 什么时候正式实施 目前尚未可知 接下来的涨幅是必然的 但绝对有极限 当大家发现 这份文件迟迟没有生效 而手里的合约 即将到期的时候 那跌幅必然会开始 手里的合约清仓之后 我要你立刻准备做空 在这之前 你可以提前准备 做空方面的准备和合约 我需要你做的 是在我们出手价 涨30到50的时候 立刻开始大批量 买入做空合约 做空 老板 你打算两头吃 和常规的股票不同 西货市场是允许看空的 正常情况下 有人能够赌队 一边就算不错了 指望两头都吃 基本上是神仙 老板 你确定 对 我很确定 我待会 会在你邮箱里面 发送一份表格 表格里面 有我后续的计划和安排 你到时候 按照表格上面的 来操作就行 韩良哲没有什么犹豫 只是回了个收到 三体游戏的新游戏审核 还得在这周末假期里面搞定 其中有两个 让乔小雷眼前一亮 一个是游戏 一个是剑影 游戏是一个名叫 杨骏的制作人弄出来的 他提到了一款 如今正火的红白机型游戏 炸弹人 而杨骏的提议 就是在炸弹人之上 增加一个联机功能 同时增加多人闯关 以及多人竞技对抗 这两个模式 咦 这不就是泡泡糖吗 说实话 让乔小雷都忍不住有些惊讶 因为杨骏这个人 其实他知道 前世混得不怎么样 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却提出了这么一个东西 果然 建制人的永远都不是想法 而是机会 好在 这一时 乔小雷发现了他 老罗 杨骏的这个方案不错 让他成立一个新部门 我们下一款游戏就搞这个 他需要什么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尽量配合就是了 除了杨骏之外 还有一个叫汪淼的人 提出来的建议 这一次 乔小雷征集游戏架构 基本上所有员工都参与 但唯独 只有汪淼 没有游戏 只有一个建议 而他的建议是 做不如买 他的大提意思是 目前国内的游戏制作领域 并没有太好的技术 三体游戏 不如想办法 找一款有潜力的游戏 进行代理 甚至 他还在文档里面 分析了优势 通篇看完 乔小雷都忍不住一阵点头 这是真的人才啊 聊了一通 乔小雷很明确地知道 汪淼是一个真的有能力的人 有想法 有远见 既然你说 让我代理游戏 那你心里 想来应该已经有好的推荐了吧 是的 已经有了 暴雪那边 有兴趣投入 制作一款大作 目前没有消息 但我听说 其实他们已经开始 悄悄开发了 我估计最多一两年 就能完成开发 而且我打听到 他们这一次 主要做的是 魔兽争霸相关的 有小道消息说 他们要做的是一款 RPG网络游戏版本的 魔兽争霸 这绝对是一张网诈 而现在国内 目前没有太多消息传出 所以我的建议是 老板你不妨 提前开始接触 暴雪 魔兽世界 咦 老板你连名字都想好了 对面汪淼愣了愣 毕竟他还是刚刚得到 小道消息 结果老板连名字 都给他们取好了 不过这倒是小问题 老板怎么样 你有兴趣吗 我们可以在其他公司 反映过来之前 先一步抢占到 这款魔兽游戏 这样的游戏 在任何市场 都绝对大爆 而有这款游戏在手里 将会成为 我们的完美开局 就在他以为 乔小两个答应的时候 不要 简简单单的两个字 让汪淼一时梦了 暴雪或许已经开始开发了 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他们现在的重心 应该还在 魔兽争霸3上面 这才是他们目前 最重要的项目 其次 我听说暴雪的内部 矛盾很多 暴雪的几个创始人 受到资方的影响比较大 而这些不确定因素 将会无限期的延长 这款新游戏的 开发进度和时间 我估计想要等 他们的新游戏开发完成 至少还要两年时间 这个时间 太久了 汪淼沉默了一会 这也是 我没有考虑 这方面的问题 虽然魔兽世界 暂时和我们没有关系 但你的话 倒是给了我启发 代理游戏 确实是一条路 老板你有想法 说起来 这件事情 可能还得你去办 老板 你要我做什么 汪淼激动了起来 自己的机会来了 我想要你帮我盯着一家公司 最好能够接触到他们 获得他们的游戏版权 这啥意思 老板不打算代理 而是打算买游戏 老板 你要哪家公司的 什么游戏 Well 维尔布 闭射 光秒顿时眼前一亮 甚至忍不住 呼吸都急促了起来 我要你拿下的 就是他们现在的 这个MOD游戏 反恐精英 也叫CS 在沉默了30秒后 老板 这个任务 难度很高 这已经算是委婉了 事实上 不是难度很高 而是根本就是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如今的 CS可以说 算是FPS类游戏中 玩家技术最高的游戏 在这样的情况下 维尔布除非是新疯了 否则绝对不可能 把这个香波波 去卖给别人 而且 这玩意 是单机游戏啊 难道老板 现在甚至不打算 搞网络游戏 而是打算 进军单机游戏 我当然知道 维尔布 不可能出售 反恐精英 不过谁告诉你 我要直接买 反恐精英的 啊 那老板 你刚才说 版权 没错 我要的是版权授权 也就是说 我需要维尔布 能够授权我 使用反恐精英 也就是CS这个名字 授权这个有什么用 老板 你打算弄衍生作品 算是吧 我确实打算 制作CS的衍生作品 按照你之前说的 我们需要的 世界海外游戏的名头 来打开市场 既然如此 与其去等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制作完成的魔兽 还不如 找一个名气 不遑多让的游戏IP 如果是CS的 版权授权作品 我们如果推出游戏 市场一定很喜欢 接纳我们 毕竟 其实现在CS的名气 对比起来 比魔兽的名气 可要大得多 老板 你授权之后 打算做什么游戏呢 竞技对抗类网络游戏 我要做的 就是用网络游戏的端口模式 来制作一款 网络版本的CS游戏 好东西啊 不过 激动过后 汪淼又冷静下来 这种FPS类的 枪战的游戏 需要更低的延迟 你尽快联系维尔夫那边 谈一个价格合适的授权 反正我们只需要 他们的名头 别的什么都不要 当然了 如果他们愿意 给我们一些游戏技术 方面的支持就更好了 实在没有的话也没事 到时候我会支点 你们该怎么弄 老板 我建议 这个计划可以暂缓 暂缓 是的 暂缓 至少再等一等 理由呢 技术方面 网络游戏就需要网速 但网速方面 是有限制的 你现在的网速 根本没办法 做那么厉害的东西出来 看着网络发来的消息 乔小蕾才猛然反应过 这种东西 在这个年代 确实看上去无解 但在不久之后 就会被人发现 既然改变不了网速 那就改变服务器的计算逻辑 不过这个技术 暂时还没人知道 网络延时方面的问题 我会来解决 你现在最主要的 还是拿下CS的版权授权 对了 现在你就可以先组建项目组了 人员你来挑选 可以先开始游戏方面的制作 我会和罗西洋打招呼 他会全力配合你 乔小蕾这样的雷厉风行 却让汪淼一头 目前没人知道 这些方法哪怕是维尔福自己 同样根本不清楚 这里面有如此简单的解决方式 既然这样 那我就得快 以最快的速度 吃下市场 这是一次机会 不只是在国内游戏市场立足的机会 而是在全球游戏市场扎根的机会 乔小蕾直接打了罗西洋电话 并且直接把自己的要求说了起来 老板 你说什么 你说要继续开设分公司 并且开始架设服务器 不仅仅只是国内 还有北米欧洲多个国家 我刚刚确定了一个新项目 目标不仅仅只是国内市场 还包括了海外市场 所以服务器方面必须要有保证 除此之外 团队建设你可以开始了 后续会有各国本土化的翻译工作 需要你注意提前准备 还有乔小蕾迅速交代起来 事实证明 和罗西洋说话 甚至都不需要解释什么 反正他的人生格言只有一个 老板说啥就是啥 当天晚上 三体游戏就召开了一场内部高层会议 会议确定了三件事 首先 新项目炸弹人正式成立 由杨骏作为项目负责人 拉上十个人开始开工 其次 新项目CSOL正式成立 暂时由汪淼作为项目负责人 这个项目将会动员公司90%的资源 第三 之前的海外分部将会被更名为亚洲部 此后公司将会分别成立 美洲部和欧洲部等多个部门 增添服务器和员工 购买版权 这些都需要不少钱 老板 我建议 这个扩张的策略 得先改一改 可以先全力投入游戏开发 等项目完成度 达到70%的时候 再开设海外分公司 当然 这么做也不是万无一失的 毕竟匆匆开始搞这个 很难保证 是否能在海外第一时间上线 好吧 那就先按你说的做 如果资金充足 完全不需要省那点钱 不过现在没钱 这是个大问题 期货那边 想要发力 至少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卖房的话也不太行 这多少有点杀鸡取卵了 从重生赚到第一桶金到现在 这还是乔小蕾 第一次为钱发愁 又缺钱了 爱 爱什么爱 屁大点人 一天到晚哀声叹气大 小朋友就不能有烦恼了 那你说说 你现在有啥烦恼 让我来给你接解惑 小孩子的烦恼 长大吃了后 其实屁都不是 是吗 我现在暂时缺个几千万几个亿 不知道老爸你有什么办法 几个亿 你小子做梦呢 也是 这个问题太深奥了 你也回答不出来 你小子一天天都在想些什么 你看 说出来你也没办法给我解决 看来老爸你这个成年人 也就这样吧 你小子就不能问点正常的问题吗 瞧瞧你问的都是什么问题 小孩子会想这些吗 那我换个问题 你再帮我解答解答 我是一个有天赋的天才 基础知识 我现在已经吸收的差不多了 再待在学校 就是在浪费时间 可偏偏 我有一个一天到晚 只知道叫我做作业的老爹 还有一个讲究研师初高徒 讲究锻炼学习习惯的老师 这种时候 我要怎么做 他们才会觉得 我其实不用这么高压管控 我算是听出来了 合着绕来绕去 你小子还是不想去你梁老师那里住 你小子现在就这么讨厌学习 不是讨厌学习 是讨厌填鸭式强迫制学习 而且说实话 老爸你想想 以我的能力 一般的教育方式 真的适合我吗 那你说什么方式适合你 这个出乎预料的反应 倒是让乔小蕾 都有些惊讶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 是让我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让我自由发展 自由探索 类似之前老爸你开饭店遇到问题 我会帮你出出主意 是因为我本身对这个感兴趣 所以我会去思考这个问题 说白了都来自于 我本身对这一切就感兴趣 可现在 这些兴趣正在一点点的消失 因为我被强迫要求了 每天的起居和作息 可我们也是为你好呀 梁老师是真心实意对待你 希望你将来不要走歪了 我也是这样的想法 所以才让你接受梁老师的管制 按照你梁老师说的来 只是希望能够用一两年的时间 帮你把习惯养起来 像我这个年纪塑造习惯 也确实有必要 但老爸你想过没有 我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孩子呢 老乔一愣 这么一想 这小子确实已经远超同名的小孩子了 跟着梁老师 我确实学到了很多 思考问题的方式也多了很多 但同样的 这种几乎相当于强加给我的东西 正在让我对这方面的知识获取 失去兴趣 失去兴趣 四个字 让老乔没有来的心理意境 那你说说 你想让我怎么样 爸 我的要求很简单 这书不读也罢 神 什么 你不想念书了 当然不是不读书 我只是觉得 我念书的方式应该换一换 你打算怎么换 我希望老爸你可以出面 帮我和学校的领导说一说 让我可以不用去学校 而是在家自学 每年的大考小考 我也会参加 可在家自学 没人监督你怎么办 而且你有不懂的 也没人能给你解答 在学校就不一样了 老师能够给你解答 爸 你以为 我如果真的有什么不懂的 需要去询问小学老师吗 而且 你未免太低估你家儿子了 就算是真的有不懂的 这不是还有梁老师吗 我相信 我如果去找他请教问题 梁老师肯定也会答应我 阿者 老乔竟然不知道 该怎么反驳 这个 我得再想想 再说了 你现在就这么不去学校 算怎么回事 这跟小学就辍学了似的 还有啊 这个事情吧 我一个人说的也不算 要不我和你梁老师商量商量 再说怎么样 那好 老爸 你就和梁老师商量商量 最好把我之前说的话 都说一遍 老爸 我要你知道的是 你的儿子和别的同龄孩子不一样 你其实不用把我当成小屁孩 不用把你当成小屁孩 那你之前偷偷买糖果和雪糕干什么 大人对这东西可不感兴趣 第二天 老乔偷偷摸摸的 跟在乔小脸后面 去了一趟学校 在学校走了一圈 老乔忍不住感慨起来 看来我还是太忙了 忽略了乔小脸了 有些伤感的 老乔来到教室办公室 搞定了 搞定了 看见没有 我就说 我肯定能搞定 老高 你这得一个什么劲 要不是人家乔小脸教你 你搞得定吗 就是 昨天倒过了一天没弄明白 今天一早就去找了乔小脸一次 立马就解决了 你敢说这是你自己修好的 这么激动干什么 修电脑还要请教自己学生 兜不兜人 哈哈 反正修好了不就行了 乔小脸可是我的学生 我教他学习 他教我修电脑 这两者也不冲突啊 你确定你教他什么了吗 就是 老高你可别往自己脸上目击 人家乔小脸用得着你教吗 而在办公室闹腾起来的时候 站在门口的老乔 此时却早已经满脸错愕 各位老师 您刚才聊的乔小脸 是我家孩子吗 乔老板 你怎么来了 咦 乔老板 你刚才说 谁是你孩子来着 每时每刻在江州 也算是知名度极大了 而现在 得知老乔是乔小脸的父亲 在场没有一个老师 能够保持淡定 谈及乔小脸 所有人都是赞不绝口 眼前所听闻的 也让老乔越发确定 自家儿子 属实是不意外 建军 你怎么来了 看到老乔来学校 梁思宁有些奇怪 不过还是点点头 来了也好 我正打算出去买菜 一起吧 待会跟我一起吃饭 好 梁老 小小脸在这儿 没少给你添乱吧 当然没有 这孩子机灵 而且董事 从来不会给我添乱 倒是在这儿 给我帮了不少忙 而且他的记忆力很好 有什么东西是需要记忆的 他都能够很轻松就记下来 轻易不会忘了 说起乔小蕾 梁思宁显得很健谈 但伴随着老乔一句话 突然僵住了 梁老师 要不以后 就让乔小蕾回家吧 他抬头看了看老乔 眼神之中有些奇怪 理由呢 梁老师 我觉得这孩子长大了 而且他太不一样了 我们的教育方式 可能对他来说 不太合适了 不过这小子说什么不来学校上课 在家自习 我觉得不太行 毕竟学校学习的不光是学习 还有人和人之间的相处 不来学校 简直就是离经叛道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其实我觉得乔小蕾说的也有道理 乔小蕾对于小学中学的知识 确实没什么好在吸收的 这么一看的话 让他继续坐在教室里 确实有点浪费时间 可可梁老师 学校教的不单单只是知识 还有品格以及价值观这些 这些也很重要 这话是真的 但你觉得乔小蕾的品格有什么问题吗 当然没有 可学校不光是这些 还会锻炼集体荣誉感 还有和其他同学相处的能力啊 他这次找梁思宁 只是商量一下 让乔小蕾不用每天都待在梁思宁这儿 并不是希望乔小蕾待在家自学 乔小蕾在学校里面的受欢迎成路 就说明这方面的事情你不用担心 何况在我看来乔小蕾需要的不是和腾灵人交流什么 而是在专业领域上走得更高 那梁老师你的意思是 他要是不想待在学校就别待在学校了 反正学籍跟着走 重大考试回来参加一下就行 就这么让他自己在家自学吗 当然不是 在家自学能学什么东西 那是闭门造车 我觉得应该让他直接去大学里面当棚听声 参加大学课程 什么 让这么大点的小屁孩直接去上大学 事实上不光是老乔 中午乔小蕾来吃饭 听到梁思宁这话同样也满脸猛逼 老师 我只是个七岁的小孩子啊 这么小就去大学上课 意思你很喜欢在小学上课 虽然我觉得我的年纪可能不太合适 而且我有点舍不得小学的同学和老师们 不过为了更高深的知识 我还是可以勉强接受的 你有这个想法 那就好办了 我会和江城大学的中院长打个招呼 过几天你就可以去报到了 到时候你直接进数学习好了 数学系 数学是基础 先把数学学好了 再谈其他的 你还年轻 时间也很多 可以先把基础打好了 之后你要去物理系 化学系还是别的系 都能更轻松一点 那我还要住梁老师你这儿吗 不用了 乔小蕾内心光顾起来 不过还是得装装样子 我和梁老师你住得很开心 我有点舍不得梁老师你 你小子有心的 放心吧 我也会去江城大学任教 乔小蕾的笑容瞬间僵硬 老师我就客气一下 你别当真啊 等去了大学 我不会再像现在这样管着你 那地方更多的需要靠自觉 虽然你只是一个旁听生 但我会让你的导师给你计算学分 我对你的要求不多 只要学分达标就行 放心吧梁老师 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乔小蕾很开心 唯独老乔 心里有些七上八下 儿子 这么小去上大学 你真的听得懂吗 爸 也不想想你 儿子我是什么人 不就是个大学吗 有啥听不懂的 你忘了我之前还搞建模 赚了钱呢 话是这么说 我就觉得 你这是不是跳得有点快 爸 看你样子有点不高兴 当然不是 你小子出气了 老子当然高兴了 就是感觉 这一切发生的有点快 我还有点接受不了 你得加强加强你的适应能力 要不然 将来说不定老爸你 会有更多你接受不了的东西呢 更多我接受不了的东西 咋的 你小子早恋了 不得不说 梁思宁的效率非常低 昨天才做出的决定 结果昨天晚上就来电话通知了 今天乔小蕾 就可以先去江城大学上课 吃完早餐 乔小蕾上了老曹的摩托车 父子两职 笨打学而去 不多时 车子停泡在学校门口 一眼就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乔叔叔 乔小蕾 这人正是周莹 乔小蕾来大学上课 周莹在得知之后 主动承担起了照顾乔小蕾的责任 当初实在太感谢乔叔叔 您和时叔叔了 如果不是你们的话 我甚至都不敢 想我现在是什么样子 过去了就好了 谢什么谢的 这段时间都谢了多少次了 以后好好读书 这才是正事 周莹连连点头 目中依旧满是感激 说起来 乔小蕾上课怎么上 而且这一早上的 你们不用上课吗 大学和其他年级不一样 课程方面不会太紧 基本上都是按照课时来 一周就是选修课和必修课这些 大多都是提前订好时间的 中院长那边已经和我说过 乔小蕾虽然是个旁听生 但限制没有那么多 他对什么感兴趣都能选修 平时没课的时候 在学校他可以去我的研究生宿舍 正好我那间宿舍暂时只有我一个人 这太麻烦你了吧 这有什么麻烦 乔叔叔 你们帮了我那么多 乔小蕾就像是我的亲弟弟一样 我照顾他是应该的 而且我觉得 乔小蕾基本上都不用我照顾什么 他可厉害了 有时候我觉得他还能当我老师呢 哪有你说的这么厉害 这小子还能跟你比呢 到时候还得你多指点 指点他才是 中午学校食堂 还别说 这大学食堂不错呀 味道比我们读书 那会好多了 价钱又不贵 你小子在这读书 可别一天天的丢稿试 安安静静学习知识 别一天天的给人添乱 老爸说的都对 我都听您的 以后一定好好学习 报校祖国 报校老爹 你小子是不是肚子里装杀坏水了 冤枉啊 你儿子我一颗志诚之心 能有什么坏水 你怎么能这么怀疑我呢 那平日里 老子说句话 你总能给我刚几句 是怎么回事 哪能啊 再说了 那个时候 年纪小不懂事 现在进了大学校园 我就是大人了 肯定成熟了 真的吗 老爸 你刚才说 吃完饭就回去了 你啥时候走啊 你小子巴不得我早点走 当然不是 不过老爸你看 在这儿的大学生都是自己独立的 我要是一直在你羽毛下 啥时候才能茁壮成长啊 是不是这个道理 老乔很想反国 但想了想 乔乔里说的也有点道理 行啦 喝口汤我就走了 你小子注意了 少给你周莹姐姐听门 在大学里 就好好听讲上课 可别惹是生非 你的手机 我给你放你周莹姐姐那里了 有什么事情 让你周莹姐姐打电话给我就行 又交代了几句 老乔起身离开 他也得去忙活自己的事情 老爸慢走 老爸放心 我一定好好读书 嘿嘿 乔乔蕾 咱们走吧 去看看我的宿舍 我再给你买点铺盖 方便你中午睡觉 周莹虽然是毛遂自荐 但老乔和钟振明也是同意的 基本上 周莹就算是他的半个监护人了 不过 这对于乔乔蕾来说 只是一个小问题 周莹姐姐 你现在已经确定保研了 想不想要工作啊 工作 再过一个月 差不多就要放暑假了 等放假 我再去找找工作 就是可能不太好找 毕竟家里还有弟弟妹妹 要他负担 他也想要找一份工作 至少也得兼职赚点钱 其实这个简单 我有一个同学的哥哥 他们有一个投资公司 你正好专业对口 要是有兴趣的话 不如我推荐你去那上班 投资公司 周莹眼前一亮 但随即有窝口 恐怕不行 我现在还没拿到毕业证 没办法去全职 这有啥好怕的 那个投资公司 你可以兼职 我那个同学的哥哥 很好说话 也很理解 至于毕业证 就更不用担心了 他们要的是能力 而不是学历 嗯 这 真的吗 当然 就看你有没有兴趣了 要是有兴趣 我让他打你电话 这 周莹有些犹豫 主要他 才刚答应照顾乔晓美 结果自己就去工作了 都说了是兼职 可以远程办公吗 在学校里 通过互联网的模式 上班就行 到时候 姐姐你可以一边上班 一边照顾我也行 兼职 还能远程办公 这公司 真的还接受 这样的工作模式 当然接受 这个投资公司 主要看的是效率 而不是工作时间 结果才是最主要的 至于如何上班 那只是一种形式 不是吗 就算以前不行 现在为了你 也一定行 那 那要不你打电话给我 我 我试试 如果能够一边 不耽误学业 一边还能工作赚钱 那显然没有拒绝 当天下午 乔小蕾 就直接打电话 通知了谈良哲 让他打电话 给周莹谈面试的事情 所谓面试 当然只是一个过场 仅仅只是一个半小时的电话 周莹便直接加入了金融投资部 乔小蕾终于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搞自己的事业了 三体游戏的扩张 必然是势在必得的 哪怕是国内先行 国际后发 但也一样需要大量资金支持 到底该怎么再赚点卖块呢 就在乔小蕾为此苦恼的时候 在网上浏览消息的乔小蕾 无意中看到了一条和自己有关的消息 乔叔叔 这个马甲 他都好久没用了 随着去年销声匿迹之后 这个名字在网上也很少见到 乔小蕾却突然想到了 自己好像 一开始就留了一条赚钱的路子 罗总 目前的项目进展很顺利 我们的泡泡糖制作进度非常好 最多再三个月就能够完成了 服务器方面 可能我们需要提前准备了 CS事件那边 现在我们的制作进度也非常不错 半年之内 应该能够完成 如果人员再多一点的话 我们还能提前 就是公司的资金方面 可能不是太多了 海外的新公司扩张计划 一直都在暂缓 但如果我们后续希望游戏 在全球范围上限的话 我们可能得提前准备 各方面审批和手续 三体游戏 会议室里 罗西洋只感觉头疼无比 公司现在很缺钱 最关键的是 现在各方面的进展都非常顺利 更加凸显了资金不足的问题 正在头疼呢 罗西洋的手工响起 老板来电话了 哈哈 会议结束吧 老板肯定是给我送钱来了 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打发了众人之后 立马拿起电话 匆匆接听了你来 但三分钟后 老板 你说 你还要开公司 老板 你一定是开玩笑的 对吧 注册资本方面 我会拿出一千万用于公司注册 后续需要招聘一些 技术相关的工作人员 人员方面 目前主要网站维护和音乐编辑方面 对了 你可能到时候得兼任一下 这个新公司的总经理 因为前期还涉及到 商务谈判方面 到时候可能得你带人去 当然了 后续如果招聘到合格的人员 你也能轻松一点 罗西洋满脸猛逼 所以 老板你资金很充足吗 不充足啊 现在能投入这一千万 已经算是极限了 再多的话 恐怕就不行了 没钱 咱们可以省着点 现在还拿来全部砸在新公司上 会不会有点冒险了 而且 现在三体游戏非常缺钱 老板你这个时候 还弄新公司 会不会两头拖累啊 如果乔萧磊是他老板的话 他早就直接开了 放心吧 这个公司就是给你三体游戏 补充弹药的 老板 我们注册的公司 是什么类型的 SP 是service provider的缩写 可以执意成服务提供商 主要和移动 联通电信这三个运营商合作的 什么 老板 我可能见识短 这东西是啥东西 这东西 今年棒子国那边已经有了 详细的你可以在网上查一查 我们做的 就是和三大电信运营商合作 帮助他们进行板块下的开发和完善 三大电信运营商 新的板块 就是彩铃 棒子国那边现在已经有所完善 主要把之前传统的电话滴滴声 替换成其他音频 注意 不是你接电话的电话铃声 而是别人打电话的时候 能听到的声音 我们提前把公司弄好 最好直接弄点音频出来 如果能够买点板权 过来就更好了 我的目标只有一个 拿到第一批 和三大电信运营商的合作资格 老板 投入一千万 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这东西我查了一下 国内甚至都没有 这意味着 国内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市场 甚至没有相对应的市场基础 唯一的参考对象 只有棒子国那边 可我看棒子国那边弄得也有点半死不活 效果并不明显 甚至发展得非常缓慢 你要弄这个 要不咱们好好考虑考虑再说 三炮啊 咱们看问题 不能只看表面 而是要去分析问题的内核 你对比一下棒子国的市场环境 再对比我们的市场环境 看一看 市场环境 对比 老板你等等 罗西洋开始详细查看了起来 罗西洋忽然发现 这东西 潜力很大 老板 还有一个问题 彩玲主要是给打电话的人听到的 机主本人都听不到 会有人接受这个吗 会 没有解释 简简单单一个字 那运营商呢 国内运营商会弄这个吗 这东西技术难度不高 对于运营商来说 也不用花什么功夫 这相当于摆减钱 你说 这钱就摆在面前了 他们要不要 罗西洋恍然 心里顿时激动起来 老板 我突然觉得 咱们可能要发大财了 你的事情会有点多 公司注册方面你肯定没有问题 不过和之前三十投资不一样 公司的场地 需要弄好一点 至少要给人一种实力雄厚的感觉 之后的彩铃下载 也需要一个相对应的网站 网站必须要做得漂亮 简洁 大气 这是重中之重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 乔小蕾就这么 给罗西洋安排起了他后续的工作 在乔小蕾交代完成之后 罗西洋确认注意 老板 你是不是漏了什么 什么漏了 运营商啊 咱们现在准备这么多 可是国内运营商 现在还什么都没弄呢 万一到时候 我们什么都弄好了 运营商那边却不弄这个 咱们不是瞎忙活了吗 这个不着急 老板 一千万可不是小数目 你也说了 棒子国那边 现在彩铃业务 本身属于混乱状态 国内运营商要借鉴 至少要在棒子国那边 看到机会才行 所以 在运营商还不确定 这东西搞不搞 怎么搞的时候 忙着去找运营商 没什么用 运三大运营商都不确定 搞不搞这个 咱们反而跑在前面 那不是找死吗 他们自己不确定 不知道 但我们可以教他们啊 教他们 老板 你的意思是 直接拿出成品出来 回答正确 以他们现在的技术 想要开通彩铃技术上 不存在任何问题 之所以现在没有动静 是因为他们要确定 这个东西 是不是真的值得 他们花费精力 但如果 我们直接把成品制作完成 送到他们面前 那情况就又不一样了 他们只需要接受我们的成果 自己进行一个简单的进行技术更新 就能够躺着赚钱 他们还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这东西根本就不存在任何风险 我明白了 我会立刻开始弄起来 而在罗西洋芒国企 SP公司的各种注册和流程的时候 这边的乔晓磊也没闲着 乔晓磊点开启额 输入了已经大半年都没有登录过的乔叔叔账号 刚刚登录不出所料 大量好友申请信息便不断发来 乔晓磊这消失的大半年时时间里 基本上之前有过交际歌手 也经常会发消息来 对于大家的留言 乔晓磊大多也会回忆一下 消息刚回过去没几分钟呢 乔晓磊就收到了心 乔晓磊你总算上线了 光丽昂还是一如既往的话 乔书叔叔 你重新启用这个封城的企鹅号 难道是因为你打算重新出山了吗 说起来我确实有事找你 乔晓磊你有什么事 尽管开口 最近有没有时间 我想要你帮忙录点东西 录东西新歌吗 不是歌 就是一些音频的东西 我打算用来当彩灵 当然是有合同的 你有分红 彩灵 嗯 就是打电话的时候 你听到的都声 可以换成别的音缘 还有这东西 光丽昂第一次听说这玩意儿 不过还是毫不犹豫答应下来 你把要求发来给我就行 不光是光丽昂 此前和乔晓磊有过交集的歌手们 在收到乔晓磊回复的消息后 都纷纷找上他 乔晓磊又通过他们 放出消息 表示自己正在捣鼓彩灵 希望能够找到更多歌手合作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时间 乔晓磊的SP项目 进展得如火如荼 公司的开办方面 已经彻底搞定 名字就叫彩灵天空 今天是乔晓磊三年级期末考的日子 虽然去了大学 但考试还是要参加的 接老师好久不见 乔大哥 我之前就辞了老师的职位了 现在我已经不是老师了 我今天是带孩子来考试的 等快 乔晓磊第一个冲了出来 但后面还跟着一道声音 你给我站住 无聊 这小女孩是跟乔晓磊平一个考场的 还威胁乔晓磊给她抄试卷 乔晓�没理 金青瑶 乔晓磊没理 金青瑶 你在干什么 我 金青瑶气势 瞬间消失 你们这是要打架 他欺负我 金青瑶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的话吗 几天天皱眉 转头看向乔晓磊 乔晓磊你没事吧 金青瑶没对你动手吧 没有 还好借老师 你来得快 要不然我可能就要破例打女孩子了 几天天却古怪的看了他一眼 眼神有些复杂 那个 乔晓磊啊 如果下次我没在 你单独遇到金青瑶 千万别和他动手 转身就直接跑 有多远跑多远 看不起谁呢 金青瑶从小学习成绩不好 但他喜欢学武 学了好几年了 之所以转校 有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他之前在学校打架 把三个六年级的男孩子打鼓着 被学校劝退了 好家伙 原来还是个高手 小屁孩 要不是我姑姑在这儿拦着 今天我非要给你拆点零件 季青瑶 你是不是以为 你把人打伤了 被学校开除很光荣 季青瑶顿时不敢说话 看样子 这小丫头 好像很怕几天天 告别了 回到家 老乔 照例去店里了 乔晓磊正打算登企鹅看看情况 手机就像 老罗 谈得怎么样了 老板 我 我可能搞砸了 怎么了 一动的周总 不愿意接受我们的分称 甚至没听我说完 就把我赶出来了 什么 怎么回事 他要求我 只跟他们一动合作 而且他一开口 就想要70%的分称 独家合作 还要求70%的分称 这是假酒喝多了 还是还没睡醒 我当然不能答应 直接告诉他 这肯定是不行的 不说独家合作 就说这个分称比例 就不可能接受 他们要拿走那么高的分称 我们还撞个屁 历史我们出 好处全给他们 这哪有这样的道理 但我没想到 我这刚拒绝呢 一动的周总 直接起身就走 还告诉我 他说的这个条件 我们要答应就答应 不答应就滚蛋 老板你说 这怎么办啊 罗西洋现在是郁闷到了极点 其他家呢 连通的约了明天见面 我现在正在往那边赶 但今天一动这边出师不力 我怕连通那边也不好弄 老板你说 这不会出问题吧 要是电信运营商们 都狮子大开口 到时候我们就被动了 毕竟我们都准备好这些了 要是最后合作没谈成 那我们前期投入 可就算是彻底打水漂了 你先和连通那边 接触接触再说 这事不着急 你先探探他们的口风 和态度再说 那好吧 也只能这样了 又说了两句 挂断电话 次日 考试结束 意味着乔小蕾 正是迎来了暑假时光 即使是在家 乔小蕾也没闲着 三体游戏的泡泡堂 现在出版已经完成 他需要进行优化 下午的时候 电话终于响起 老板 联通的态度也很坚决 他们需要我们独家合作 他们要求的分成要低一点 但也要70%的分成 我们现在的处境很糟糕 他们还说了什么吗 说了 今天约见的这位 是联通商务部的高层 他告诉我 现在国内目前暂时 没有这方面的业务 他说 对于他们来说 这个所谓的彩铃可有可无 如果利润太低 他们没兴趣弄这个 毕竟任何决定 都是要担风险的 大家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而且他还说 他们想要找人合作 随时能够找到SP服务商 但我们想要找人合作 只能找他们 我们现在很被动 罗西洋语气中 透着浓浓的无奈 但听完罗西洋的话 小小蕾他找到原因了 实在不行 我想办法送典礼好了 我现在已经开始打听 这两位的喜好了 就是我不知道 这方法管不管用 而且这里送了 之后想要压价 恐怕就更难了 不用搞这个 合作之后 你可以打点打点 但在合作之前 送了那就是洋入虎口 可是老板不这么做的话 我们恐怕很难拿下合同 即使是拿下了 恐怕分成比例也会很低 这东西是很正常的 老板你也别有什么抵触 当务之急最重要的 还是把彩灵天空的业务 开展开来 老罗 你误会了 而且你对于局面的分析 其实是有问题的 或者说 是被他们两家给误导了 啊 难道现在的局面 不是这样吗 彩灵的版权 大多都已经被我们拿下了 之后哪怕是有其他SP服务商 他们想要拿授权 只能从我们手里买 单单只是这一点 我们就已经立于不败之地 可这个授权虽然在我们手里 但要是三大运营商不开通彩灵 那我们手里拿着再多的彩灵版权授权 也没用啊 他们会开通的 时代在进步 国民的消费欲望在觉醒 除非国内打算原地踏步 否则必然会跟上 时间方面呢 老板 现在对于我们来说 时间很关键啊 他们愿意拖 是因为他们不急 既然这样 我们就让他们急一急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 你等我消息就行 两天后 燕京机场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老板 我真没想到 您竟然会亲自来燕京 乔小蕾说 让他等着 结果没想到 等到了老板来燕京的消息 罗哥哥好 轻松 你也来了 你小子长得挺快 都快比我高了 还好 也不算太高 来度个假 顺便忙下工作 我这突然袭击 你该不会有什么 见不得人的秘书吧 老板 你把我当是什么人呢 我为公司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你怎么觉得 我会做那些龌龊的事情 行了行了 别紧张 我就找了机会 跑出来溜达几天 老罗 你我还是放心的 三人很快来到了彩灵天空 罗总 罗经理 哦 老板 现在能说说怎么办了吧 你下午 不是约了电信的高层吗 我和你一起去 啊 老板 这见面很正式 我带个孩子去何事吗 带孩子去怎么了 说不定这次 就因为带了我这个孩子 就成了呢 嘿嘿 中文字花 是怎么办呢 我又过网了 因为我怎么办